腰椎间盘突出既要治标又要治等 难道腰椎间盘突出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其实不是的 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薛红 临床从事腰椎间盘突出 颈椎病腰椎管狭窄等等骨科疾病将近20年 今天就从两个方面告诉大家 第一腰间盘突出是怎么回事 第二怎么才能把腰椎盘突出治好 大家要是觉得有用的话 可以点个小红心 防止滑走就找不到了 首先第一点 腰椎间盘突出是怎么来的呢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不管是腰腿疼痛还是腿脚麻木 根源大多数在气血不足 中医认为如果气不足 则血型无力 既不能推动血液运行 无法乳养筋骨 进而导致筋络不畅 不通则痛 所以会产生疼痛的症状 另外气血不足 不容则痛 经脉失痒 进而出现四肢麻木的症状 那怎么才能把腰间盘突出治好呢 前段时间 有一位五十多岁的患者 腰痛已经十多年了 他的主要症状就是腰部的剧烈疼痛 腰部活动功能受限 并且伴有下肢刀割一样的放射性疼痛 夜间痛醒之后就很难入睡 平时情绪也总是很烦躁 郁闷 容易生气 脾气大 这种情况十多年了也调理过 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慢慢的他自己就失去了信心 后来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我 详细诊断以后 我判断他是气质血迂形的腰椎间盘突出 于是给他开了一个活血区域 通若止痛的方子 疏痛于堵的气血 气血通畅了就能推动血液的运行 从而乳养筋骨 筋若通畅了 自然疼痛就消失了 他按照我的方子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效果非常的好 一个月左右腰腿疼痛的症状就缓解了很多 现在夜间也不会再被痛醒 一觉睡到太亮 最后想告诉大家 腰椎间盘突出不是不治之症 千万也不要拖着 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 希望屏幕前的您也能从这个案例中受益 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